今天是9月17号,周末啊 今天不开盘,但是有几个朋友问我 奥阳下周会不会反弹呢 这个位置是反弹还是继续杀 如果说反弹的话,哪些板块可以去参与 哪些板块 要逢钢减仓 存在风险 如果大家也对这些感到迷茫的,看不懂的,仔细听 首先啊,在上午周五的一个杀跌过程中,大家看一下,是尾盘出现了一个跳水沙,对吧 这个有点看,是恐慌盘出逃啊,对吧 然后我们看,在这里出现了一个 两个英镑的大跌,那么这里的话 下周再杀 会杀到哪里去,还是迎来超跌反弹 可能很多朋友就感到疑问,那我给大家啊 在说指数走之前,我们来看一下 在上周五这个大英镑杀跌的时候啊 是谁在杀 我们看一下这个 个股的情况啊 上涨的是多少 279家,下跌的是1876家 可以说是全部都在杀啊 但你看一下个股的走势,你就可以发现问题的根源 涨天的票,跌天的票多不多 跌天的票20多个 20多个啊 大家如果看一下这个 在前面这一天,也就是周四这一天杀跌的时候啊 这天大家如果去复盘的话,你就知道 在这一天杀跌的时候,跌天的票接近60个 那为什么 后面这一天杀的比他还凶的吧 跌天的票只有20多个 少了一半以上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节奏 说白了 告诉大家 权重在杀跌 前面大盘之所以稳住 是谁在稳啊 这段时间 大盘一直在这里属于一个震荡的走势 而且在这段时间还出现一个震荡走高 反弹的一个走势 对不对 那么到底是谁在稳 这里我们 注意到这两个重要的一个权重板块 你就知道下周会怎么走 比如说啊 大家看 房地产 房地产的话在 前面这段时间出现震荡走高 红盘 周五迎来了一个杀跌 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 房地产它本身这个趋势开始走好了 找有震荡上行 周五这个杀跌 你要出现一个放量 你觉得这个位置是出货吗 我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啊你 你看懂了房地产的节奏 那么我觉得房地产这个位置就是借机洗盘 下周震荡上行的概率偏大好 房地产存在震荡上行的走势 还有我们看一下权重板块的另一个方向 对指数影响最大的一个方向 券商 券商出现破位放量杀 那我想问一下啊 券商在这个位置 会出现连续放量杀吗 我不说别的啊 我们就看前面这几个节奏 这里 大鹰帮杀一下第二天 长阳反攻 这里大鹰帮杀跌以后长阳反攻 还有这里 大鹰帮杀跌以后这里中间有两根小鹰小羊以后再次迎来长阳反攻 这么一看的话你是不是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 券商这个 在搞动作啊 对吧 在震荡红盘的时候 大家都是选择什么躺平的啊 券商要不你干脆就不买了 买的话啊 或者说那些套住的人在这个位置基本上是躺平的节奏 主力 吃不到筹码呀 那怎么办 只能是 制造恐慌啊 对不对 在这里刷个大鹰帮 像前面这样子 像前面这样子 马上就给你来个什么低位 吃货 把它给拉起来 以后 周五的杀跌 券商在这里存在持续性吗 他其实也是一个错杀 什么错杀 降服务费 我觉得这个服务费对他本身的一个业绩影响是非常之小了 再降的话也差不到哪里去 这是什么市场过度的恐慌 或是过度的一个解读 造成杀跌 等到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 难过呀 这不是主力借机 第一位 吃掉带血的筹码吗 好 反应到现在这两个问题 你就知道下周会怎么走呢 下周震荡 反弹的概率偏大 所以下周有低点朋友们 不要怕 不要慌 直接找第一位 上车就对了 还有经济数据的一个变好 也是支撑反弹的一个走务 也是支撑反弹的一个走势 在周末的时候有不少朋友已经跟我说 这里放量杀 其实就是借机在什么 制造恐慌 在吃带血的筹码 吃完后将迎来反弹 A股就这个料性 把大家逼到恐慌 把大家逼到 极致 不说 不说别的 你去看创业码 创业码 这一波跌幅跌的很差 跌的你受不了 大家回看一下 回想一下 前面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创业码是不是也是跌的一套糊涂 跌的很凶 然后跌一波大了以后 在这里是不是从这里出现一波强势的反弹 大家看 我们就看这个位置 最低的是2122 你看看下 反弹这个高位 这个时候到了2800多 反弹多少 反弹600点 600点的话 那么这一轮的反弹 接近30%的反弹幅度 大家试想一下 创业板前面这一波反弹30% 那么个股50 翻翻甚至翻几倍的都有 所以他就是通过这种极致的撒跌 然后制造恐慌以后 再次出现什么 超跌反弹 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大家记住 盘面 它的变化 A股市场上大家都知道 是靠什么 是靠博弈 其实说白了 A股在这个市场上 想要赚钱 很难 为什么说很难 他赚的钱 大多数人赚的钱 他不是上市公司的分红 不是什么 股市本身产生的效益 而是什么 而是 股民资金的相互伤害 大家觉得是不是 大家都是 想高买 低买高卖 赚差价 你看我把你的差价 差价赚回来了 你就把别人差价赚回来了 但最终能够 跑赢市场的 能够战胜市场的 结一看 结果10个人里面 是吧 10个人里面 只有一两个人赚钱的 那么那些亏钱的人多 钱都到这一个两个人 带这里去了 那我们说白了 这个人 才是真正的高手 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真正吃肉的人 大家觉得是不是 所以中国股市 回看一下 这10年来的走势 是不是这样子的 3000点上下 都是这样震动的 你说有人赚了钱吗 我告诉他 肯定有人赚了钱 甚至有人赚了大钱 但是告诉你的是 绝大多数股民 多数亏钱的 对不对 就是他的节奏 好 理解这个意思了 那么下周的走势 大家应该知道会怎么办的吧 对吧 现在我们说重点 朋友们会问啊 那下周 低息的方向在哪里 我觉得大家需要重视一个方向 其实不是说一个方向 好几个方向可以重视 但是这个方向特别要留意 那这个方向是谁呢 机器人概念 为什么说要留意机器人 我们来看一下机器人板块指数的一个情况 如果你从这个指数来看 它是一个明显的调整走势 对吧 其实它调整我觉得是正常的 为什么呢 这一轮调整 大家看 低点是1430到2280 涨多少800多点吧 这一轮的涨幅非常之大 对不对 差不多达了60%的一个涨幅 个股很多是翻翻的翻倍的 然后它整个指数还在调整过程当中啊 一度调整没有到位啊 也说它还是一个下行的过程中 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问啊 不能抄底是吧 它还在下跌啊 你说这个时候参与不是高位接盘吗 从这个板块的情况下啊 它确实没有站稳 还存在下跌的一个机会 但是大家看在这里 它是前期的一个什么 前期的一个平台位置 是不是 它在这个一路上涨的过程中 在这里做了一个平台再次启动 是不是上涨 所以它跌到这个位置 我觉得它反而给了一个什么低吸的机会 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啊 它存在反抽的机会 记住啊 如果你手中没票的在这个位置去驳一下 做个低点驳易啊 可以 后期它你应该反弹的话 你不就吃入了吗 但 驳错了 那么你在这个位置 哪怕你做个低 做个止损 亏损也不大 那么下一个平台就是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所以它在1791附近 所以越往下走的话 你就越要注意 综合来看 这个方向 它存在大的预期和机会 为什么这么说啊 指数还没站稳 但是大家看一下机器人这个个股的情况 你就会发现问题的根源了 朝五的话机器人出现了异动 有多支票是涨停的 对吧 前排有多支票是涨停的 包括前期的一些核心票都开始起稳了 但同样的后排啊 有些票是属于下跌的 但这些票很多不是跟随机器人的 所以我们要重视啊 比如说啊 像浸透股份这种 对吧 强势的一个涨停 这是什么票 这是什么票 次新股啊 次新股 然后在这个位置出现连续的异动 大家看一下 四天澳板 而且是在大盘行情不好的时候 这是不是给了大家机会 什么机会啊 这里的话 会不会转强 迎来一波反弹的进攻啊 我觉得有可能 所以像这种票 大家要重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在下周 像机器人这个票 进拓啊 逢低观众 盘中出现急杀 急跌的时候 大家是可以考虑作为一个低息博弈的 记住我说的话 盘中出现急杀低点 你可以博弈 这里的话有继续上涨的预期 甚至有连续上涨的预期 它有优势啊 优势在这里 是吧 流通盘才12个亿 拉起来很轻松 赵薇 这个就是属于一个趋势上涨的超跌反弹啊 要是走震荡上行 那这种票的话 没啥意啊 没啥意 什么意思呢 不要追高 你就刷到低点 现在是以30天线为支撑 刷到30天均降线 你就可以上车 突到高位 你就可以下车 所以不要去追高 光阳股份直接涨停 这个是利好的一个涨停 那么上这种票的话 就没啥看头 对吧 要不不给你机会 给你机会就被套 其实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机器人板块的核心 这些龙头票开始起稳了 比如说啊 中大利得 大家看 中大利得是前面这一轮机器人板块涨幅 最为疯狂的一支票之一啊 从这里启动 这里多少 14块多 涨了49块多 翻了几倍吧 对吧 翻了四倍啊 翻了三倍多啊 14块多 翻三倍多 然后在这个位置这段时间 他出现了一个什么 连续的震荡红盘 那么他有企稳的走势啊 所以这个位置 当可以在60天均降线附近 做一个低息啊 对吧 他在这里一旦对了 迎来一个大阳线反弹的话 那他就是什么 再走一波 有机会挑战这个49的高点 他跌以后啊 大家看 突跌穿了60天线 像这里出现止跌的话 那么这里的话是存在反抽的预期的 为什么 看位置看价格 最高多少 18.49 现在多少 10块5毛 这波跌幅大不大 所以他本身就存在超跌反弹的一个区 但是超跌反弹的话 大家就记住60天线的一个压制 所以像这种票的话 他是水破未杀 那么只能做什么短期的超跌反弹 那做完以后啊 那就直接要跑 所以说他趋势并没有出现反转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但综合来看啊 整个的机器人板块 上桌是出现多支票 异动 拉伸啊 比如说像海窗智能 对吧 包括月飞娱乐等等这些票 提吻后啊 出现了底部的一个异动 这就告诉大家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 机器人板块 跌到这个位置 存在着反弹的预期 所以大盘一旦转好的话 我觉得像这些票啊 就刚才强势爆发这些票 这些放量进攻的票 有机会找出强势的表现 好 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